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今天早上 我起来之后突然就觉得头晕 头晕目眩 眼睛整个看天花板是在转的 然后起来之后就不行了 就头晕得厉害 然后去个厕所回来再躺在床上 又开始晕 晕得最后已经是从胃一直感觉到嗓子都在恶心 然后就觉得想吐 呕吐了好几次 肝呕 完全是肝呕 很抱歉啊 大家我这个形象也没有了 大家凑合看吧 我老婆给我约了那个walk in的那个诊所直接去 因为今天是礼拜天 所以很多诊所是关门的 找了一家开门离家还不算太远 我怀疑有可能是高血压 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 就是前两天稍稍有一点头晕 但是没有这么厉害 现在是只要一躺下或者一起床 就觉得特别的晕晕的不行 前后长达15秒 15秒这种悬晕的感觉 然后现在什么也不想吃也不想喝 喝了两口水 浑身没有力气 侧的心跳是一分钟75下 还像正常范围 说话也没有力气 现在说话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觉得恶心 完全没有力气 本来我是说想最近这两天停更了 昨天刚刚陪家里人去了那趟山里边 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 我不觉得因为是一个特别好的 有氧的一个运动 在山里走了走特别舒服 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就这样了 现在连眼皮都睁不开 然后一会去诊所 看看是什么原因 什么样的诊断结果 我再告诉大家 现在去诊所 然后必须得扶着楼梯 突然觉得自己变成老人了 变成老头了 不至于 生活各方面很注重的 很在意很注意的 都是 现在连酒都不喝都戒了 尽可能少吃甜的 为什么突然就这样呢 有朋友跟我说 你是不是静椎出问题了 我也没有酒坐 或者说老看手机也没有 我现在有站立 然后扶楼梯下楼都必须特别小心 现在去诊所 现在就是坐在车里就是特别想吐 但是又没东西吐出来 只要晕一次 恶心一个小时 就是这种感觉特别难受 你没有想吐 没有东西想吐 但是晕完之后马上就要吐 就那种想吐的感觉 让你那位特别难受 哎 进去就不拍了 戴上口罩 然后看什么结果出来 告诉大家 我说什么结果啊 太难受了 我跟那个刚刚一进门 有一个老夫妻俩聊了半天 特别好 进门就说你到底怎么了 然后我说我头晕 他说那是你两个小孩 我说是 他说所以你头晕 就跟我开玩笑 然后跟我说了好多关于 可能是耳朵里边感染 或者是有些东西 就是影响这个身体平衡的东西 所以就影响了神经了 所以就会头晕 所以我会过去 他说你问医生 还给我推荐了好多药 哎呀 特别让我感动 没想到 没想到 两个老人应该在七十多岁吧 然后 有人问医生 看的是什么结果 给我推荐了药 告诉我应该注意什么 他说他之前也有这问题 让我心里觉得很温暖 现在在等医生了 现在在等医生过来 可能还需要一会儿 再等一等吧 还学会了一个心思 刚才那老奶奶教我叫 Nuscious 那个胃有点恶心 不舒服 想吐 那个形容词叫 Nuscious 以前听过 但是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一会儿还得查一下 穴道的新词 就得现绝现脉 一会儿还跟医生说 Vertical 悬崇匀 Tinnitus 耳鸣 耳鸣 Nuscious 恶心 就是恶心的意思 就是恶心的意思 就是因为头晕 所以才引起的恶心 和不适 太难受了 我现在说话都恶心 检查的结果是 医生说你可能是因为 有一些过敏 在山里边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过敏 导致这个耳朵呢 可能管平衡的那部分 失去平衡的 他建议我吃两种药 他不吃也行 就是先保证休息多喝水 是一些轻食 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恢复 靠自己的休息去恢复 给我建议的两种药 但我最终没买 那两种药 我看了一下 都是减少抗过敏药 是没有流鼻涕 或者流眼泪这一类的 昨天在山里流鼻涕流眼泪 只是因为说山里当时刮风 我不觉得说是因为真正的过敏 因为我没有任何过敏症状 我在这边省过这么多年 也都从来没有过敏过 相反 这边有很多当地人是过敏 不能吃花生 不能吃接触 有面粉含面粉的东西 但是我是没有这个 所以我最终也没买了药 没买了药 回家自己先休息休息吧 然后 多喝水 看看这个恢复的状况怎么样 医生说不会很快 不会说今天一晚上就马上就好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所以就先那些什么 先看看 如果还不行 再找医生来看 然后那两个老夫妻俩也特别好 出门的时候还特意的问了 他关照我一下说 多休息 然后喝水 我说我觉得就早上去 我差点我就快挂了 他说不至于 就是你还这么年轻 而且平时也都特别注意 医生也问我 说你是不是有抽烟的习惯 什么喝不喝酒 我说这些事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有 这边医生看病也特别的全面 那不光是针对这一个症状 他所有的都给你测 什么高血压 然后我都怀疑你耳朵里有感染 他耳朵整个耳道什么的 他都给你检查一遍 然后还给我推荐了一个视频 就是如何去自我恢复 这个关于耳朵里的可能的感染 这方面 还有就是你眩晕的这个症状 特别好 回家我试一试 自己试一下 实在不行再去买这个药 我的原则是能不吃药 就先不吃药 好吧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啊 一会儿回家 我还得好好休息一下 可能这两天更新的有点慢啊 大家不要着急 把我说里面有一个细节 就是最后 那个两个老夫妻俩跟我说完了之后 说告诉我应该怎么样 自己自愈啊 怎么样自己 他之前的在这个 因为 玄孕 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然后这个老奶奶走的时候 还跟我拥抱了一下 深深的拥抱了一下 哎呦 这给我感动坏了 真的 从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 今天头晕是第一次经历 长这么大 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 虽然现在还没好 然后陌生人的这个拥抱 而且是作为一个长者 给我的一个拥抱也是 那我觉得 非常的感动 我不知道这是 难道真的是 但是我的心态变了 所以一切都变了 也许吧 老奶奶特别特别好 但是我希望我早点 早日康复 早日自愈 对 真的不错 然后我觉得 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做一点三明治吧 早上起来没吃饭 然后这是火腿 把这个面包里面煎一下变成吐司 然后加一点生菜 抹一点这个蛋黄酱和西红柿酱 番茄酱 更加点能量 多喝水一会去上楼睡觉 好这就是成品 这个火腿的三明治啊 很简单 除了把这个面包做成吐司以外 然后再加上这个生菜和火腿 然后上面撒一点这个西红柿酱 就是这样 比较简单的轻食 一个我的一个给孩子的 对 里面还预先再抹了一点这个蛋黄酱 非常好吃 然后再拌一个这个很健康的很健康的沙拉